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方》,近些日子顾清玉甚少来我房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还是想主动修补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特意在他回府时,等候在大门口,这才堵住了他。 夫君,你明日休暮,我们一起去庙里祈福可好,我上前亲热地挽着他的手往前走。 他的胳膊僵了一瞬,目光闪烁地看着我说,我明日有事情,你自己去吧,路上当心,我撅起嘴,很不开心。 他有些无奈,似是想安慰我一般,今夜他在我房中留宿了。 我枕着他手臂时,他撞似不经意地开口问我,你明日要去哪座寺庙里祈福,我语气带点埋怨,还能是哪里,就是离我们府中最近的那座太平寺了。 他微不可查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日我醒后,身边的顾清玉早已经不见踪影,踏上的温度十分冰冷。 去太平寺的半路上,我遇到了柔家郡主的轿子。 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侍女上前询问,得知她要去远一点的禅喜寺,求一求姻缘。 我当即决定跟她一起去禅喜寺。 现在整个京城的女子可都羡慕你,嫁给了顾小后爷那般的少年郎,年少有为不说,还对你一心一意,柔家郡主在轿子里冲我笑着说。 我扯了扯嘴角,想起近日顾清玉对我的疏离。 强颜欢笑地和她寒暄起来。 到达禅喜寺后,我烧香拜佛,许愿我的夫君顾清玉能够平安顺遂,志得一满。 许愿我和她能够家庭幸福,姻缘美满。 可谁知,我刚许完愿,和柔家郡主一起走出来时,便眼尖地看到顾清玉搀扶着一位若柳浮风的女子,脸上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 那女子上台阶时伴了一下,顾清玉便紧张地扶着她的腰,浅皱着眉头对她说了些什么,女子则不好意思低下了头,面上柔情蜜意的表情。 让我一愣,顾清玉拒绝了我,然后转头带另一个女子来到以求姻缘出名的禅喜寺。 二人还亲密无见,柔家郡主看了看我极差的脸色,尴尬地说,是我的不是,早知道就不来这禅喜寺了,平白招惹些晦气,我牵强地扯了扯嘴角说无事。 但我心里想的是,还得谢谢柔家郡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怕是现在还被顾清玉像傻子一样蒙在鼓里。 对于今日有些刺眼的场景,我想听顾清玉亲口跟我解释,于是我一直在府中等她,她回来得很晚,衣衫还有些凌乱。 我看她这副样子有些生气,上前阴阳怪气道,有时间陪别的女子去求姻缘的禅喜寺,没时间陪我这个名媒正娶的妻子去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目光带着寒意,皱着眉说, 你昨日不是说你要去太平寺吗?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是在骗我,还是在跟踪我? 我们又像以往的每次那样,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然后她摔门而去。 说是吵架,其实都是我在单方面歇斯底里。 顾清玉总是这样,在我质问她时,她冷漠平淡地望着我。 然后,在我被她的态度惹怒逼急后,开始口不择言时,她又会冷静且居高临下地审判我。 你的脾气总是这般不好,永远学不会尊重人。 第二日,顾清玉破天荒地陪我用了早饭。 我们沉默地吃完这顿饭后,她握住我的手,昨日是我心急了,那女子是我从小便认识的妹妹,她现在父母双亡孤身一人,我总该照顾她。 她求了我好久我不忍心,才陪她去了那寺庙,让你误会了。 我看着她诚恳地眉眼,心中微微一动,既是妹妹,那不妨引荐给我认识,我也好替你照顾她。 顾清玉温润如玉的面庞上有了一丝裂痕,这倒不必了,她怕生得很,不劳烦夫人了,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她起身的时候,我看到了她腰间挂的荷包,上面绣着一只绣工很差的鸳鸯。 从前我给她绣了好多荷包,我清楚记得当时她拒绝我的话。 我身为礼部侍郎,每日要接见各种官员,腰间挂这些小玩意,成何体统。 我还委屈地问她,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还会拒绝她亲手绣的荷包吗? 她语气淡淡地,轻笑一声,就算多爱我都不会的,别多想了,她是不是忘记她从前说过的话了? 那么丑的荷包她现在都愿意带着,我眼眶微微有点红。 思绪回龙时,我叫来侍卫去调查那女子,可什么也没查出来,心里生起一阵不好的预感,直觉告诉我有人隐去了她的踪迹。 面对未知,我总是沉不住气,脑子里都是那天顾清玉看着那女子的表情,温柔地可以滴出水来,她从没有那么看过我。 我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找了人跟踪顾清玉。 下人回禀说,顾清玉给那女子花钱置办了处宅子。 我没忍住,当顾清玉又一次去了那宅子时,我也跟过去了。 这层窗户纸,总要有人戳破。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我看着两人同处一室,开口说道,顾清玉的眼神有一瞬间慌乱,看到我后第一时间把那女子护在了身后。 只一个动作,便让我横生怒气。 不用藏了,我看见了苏念念一个醉沉之女。 我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口说道,不管你信不信,我只是把她当成妹妹,不要把你那种龌龊的思想强加到我身上,平白误了念念的名声。 顾清玉打断我的话,先发至人道。 哼,她都已经被你包养了,还在乎什么名声吗?我冷嘲热讽。 苏念念听了这话,哭得梨花带雨。 顾清玉见她哭了,紧皱眉头,你为何总是如此咄咄逼人? 我已经很忍让着你了。 随即,她看到了我身后站着的侍卫,是我派去一直跟踪她的侍卫。 你这些天一直在找人跟踪我。 她话风一转,语气染上一丝寒意,漆黑的眸子盯着我。 我凄惨地笑了,如果你每晚都回家,外面没有这些阴阴厌厌,我何必找人跟踪你? 她眉头越皱越紧,半晒后眯了眯眼,夫妻冷冷地说,既然你总是如此疑神疑鬼, 那我干脆把她那了,也省得你猜来猜去。 我一时间哑口无言,她怕是早就有了这心思了。 只不过这时候,还要借我的嘴说出来。 抹着眼泪的苏念念抬起头看向我,眼里划过一抹微不可查的得意。 我看着顾清玉冷硬的脸庞,思绪飘到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那时,我是家人千娇百宠的丞相嫡女。 而顾清玉,即使荣灯状元,也是侯府里最不受宠,最没有存在感的数字,只因她的母亲是一个卑贱的侍女。 一次偶然的宴会,我遇见了顾清玉,不由自主地被她身上谦逊淡然的气质所吸引。 她见我直直地盯着她看,冲我笑了一下,莫上人如玉,公子是无双。 后来,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即便得知了她是数子,父亲竭力劝我不要嫁给她,我还是嫁了。 我嫁给顾清玉的时候,年方时期,因为我强盛的母族,本来无甚希望继承侯位的顾清玉, 成了新一刃宁远侯,开始了她风光无限的人生。 刚娶我时的顾清玉,面色微红,目光甚至不敢直视我, 对我认真地说,圆圆,我定不负你,以后我只有你一个妻子就够了。 我心甘情愿递陷在她给我编织的美梦里。 但我不知道的是,顾时的女主角从来都不是我, 而是苏念念。 上一任宁远侯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送去北墨书院读书, 苏念念便是书院院长苏墨江的女儿, 她也在这座书院里读书。 他们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那些艰难困苦,被奚落嘲讽的时光, 都是苏念念陪她一起度过的。 不受宠的侯府数子配上教书先生的女儿, 也算是一段佳话。 只可惜,苏墨江无意中得罪了权贵, 被抄了家,苏念念也自此流落市井, 不知所踪。 直到我在这所院子里看到了她, 顾清玉竟将她藏了起来, 还瞒下了她的身份, 现在竟还要那她为妾。 你要那罪臣之女, 难道不怕圣上怪罪吗? 我拼着最后一丝理智问道, 顾清玉继续皱眉, 念念的身份无人知晓, 除了你我。 而我们夫妻一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我相信你也不会说出去的, 我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了。 我觉得我应该从她给我编织的美梦里清醒过来了。 和我这半路认识的丞相独女不同, 顾清玉觉得, 他们才是一类人, 只有苏念念才能真正懂她的苦楚不易。 可她全然忘了, 如果没有我, 她还会继续深陷在泥沼里, 难以脱身。 后来我才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沼泽, 你好心把她拉上来, 反而会被她拽下去。 这些天, 我哭也哭了, 闹也闹了, 可是顾清玉执意要那苏念念为妾, 我根本无法改变。 我在堂上强撑着端正地坐着, 侍女小莲为难地对我说, 夫人, 侯爷和姨娘已经厚了多时了, 您总该去露个面, 不然明日便会传出宁远侯夫人善渡这种话, 平白给夫人和丞相脸上抹黑呀。 我眼神微动, 叹了口气, 我可以不要脸, 但父亲一生清白, 我不能让他面上无光, 带上教女无方的名声, 可即便盛装出席, 也难掩我憔悴的面色。 这几日, 我夜夜被顾清玉要内窃的消息所折磨, 顾清玉从来没来看望过我一次。 等丫鬟搀扶着我来到堂前时, 众人已坐鸟受散。 顾清玉和她那白月光苏念念都已经离开了, 我看着门前消失的礼服上的一抹红色, 一个妾, 顾清玉竟然也让她穿正红。 顾清玉当真是在打我的脸。 第二日按照俗规, 苏念念应该早起来给我这主母敬酒。 我等了三盏茶的时间, 苏念念才姗姗来迟, 顾清玉竟也告了嫁, 跟在她身边。 我如今心已经有些死了, 只想安安静静地做好我的当家主母。 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 即使我能和她重归于好, 往后纵使举案其媒, 也到底一难平。 可我没想到这麻烦会亲自找上我。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快到我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是敬酒时苏念念故意没接住, 还是我的手没有拿稳, 滚烫的茶水就这么泼到了她手上。 我愣住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何事, 顾清玉便一把将我推开。 剩下的水溅到了我的手上, 我被烫得一缩, 顾清玉浸了寒意的声音响起, 早就知道你心有不分, 没想到你当着我的面, 竟然也敢对念念下此毒手, 说完便拉着苏念念离开了。 我沉默地看着地上的茶盏的碎片, 像我的心一样, 碎了一地。 晚上, 顾清玉来了我房中, 今日我看你的手也被烫到了, 这是烫伤膏, 说着她走上前来, 抓起我的手想看看, 我把手抽了回去, 讥讽道, 还不是脱了侯爷的福, 顾清玉顿了顿。 手停留在半空, 沈元,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在跟我们置气吗? 做错事的到底是谁? 如果不是你, 念念的手也不会如此, 她的手现在已经拿不起任何东西, 还痛得厉害。 她顿了顿, 继续说, 改日, 你去跟念念道个歉, 凭什么要我去道歉? 我一个正妻, 难道要给妾去道歉? 我好像听见了天方夜谭。 你要是不去, 我就传信与你父亲说说, 你近日这些不妥当的行为, 岳父大人已经因病之事了, 你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便打扰她吧? 我看着她, 眼泪不受控制地从眼眶中流下, 你难道真的要为我根本没做过的事情逼我吗? 顾轻欲看着我的眼泪, 眼神躲避, 别过了头, 念念又不是傻子, 她何必伤害自己来诬陷你? 如果不是你故意刁难, 念念的手也不会脱层体, 她痛得一直哭, 你难道不应该道个歉吗? 我的眼泪戛然而止。 所以在她眼里, 苏念念是单纯的小白花, 而我则是不讲理的毒妇。 如果我不去, 父亲身子本来就不大好, 顾轻欲再把这么荒谬的事情告诉她, 她肯定会生怒, 还会替我担心。 好, 我去, 顾轻欲叹了口气, 远远, 我只是想你能和念念和平共处, 还有磨一磨你这骄纵的性子, 我不想理她。 顾轻欲走了。 我冷笑一声, 在她离开的时候, 吩咐侍女把那烫伤膏扔到外面去。 她听见了, 停止了离开的脚步, 面色复杂地丢下一句, 你要是会服个软, 我们也不至于走到如今, 可顾轻欲, 走到如今, 真的是我的错吗? 我有些屈辱地向苏念念道了歉。 没关系的夫人, 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被欺辱, 误解, 排挤, 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都已经习惯了, 夫人不用给我道歉, 我一个下贱之人, 怎么配夫人的道歉, 苏念念冲我应挤出一个笑。 顾轻欲在一旁听着, 有些不悦, 安慰苏念念道,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你也不是生来就是下贱的, 至少在我这里, 你是珍宝, 说完他瞥了我一眼, 神色晦暗不明, 而有些人, 也不是生来就应该高贵的, 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顾轻欲抓住了我的手, 我一会要带念念去良济糕点铺, 我记得你不是也很喜欢吃吗? 一起去吧, 我躲开, 冷冷地说, 你们自己去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总是这般不是疑神疑鬼, 就是阴阳怪气, 他隔了几秒, 对我做出评价, 然后有些失望地看了我一眼, 带着苏念念走了, 后来的十日, 顾轻欲一次都没来看过我, 本应该是最热闹的正房, 现在变得十分冷清, 而我, 就像是被贬在冷宫里的气负, 气负变气负吧, 我懒得去争一颗虚伪的心了, 可我没想到, 苏念念从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转天到了, 我早已收到腰帖的持庭会的附会日子, 顾轻欲终于再次踏足了我的房中, 只不过说出的话, 却是让我带苏念念一起去持庭会, 念念说她想去看看, 放心, 她不会给你添乱的, 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 但看见了她认真的神色, 我知道无论如何, 苏念念都要跟我一起去了, 持庭会上, 我没有管苏念念, 静字去与别家夫人寒暄了, 等我再找到她时, 她正被永安侯府夫人命事女扇着耳光, 永安侯夫人嘴里念叨着, 一个下贱的妾, 还敢和我叫板, 我的东西也是你能抢的, 苏念念的脸都已经被扇肿了, 我心头有些解气, 我在树后站着, 冷眼旁观, 没打算管, 永安侯府夫人带着侍从走了, 看够了吧, 还不出来吗? 夫人, 苏念念朝着我的方向, 轻蔑地笑了一下, 我走出来, 冷冷地低头看着她, 我不打算插手你的任何事, 我只是路过而已, 你知道她为什么打我吗? 苏念念突然说道, 随即轻笑了一下, 我以为她手里的那块玉是我的, 所以我想抢过来, 但没想到我看错了, 你是不是在嘲笑我, 一块玉也值得我如此? 她挽了挽头发, 自顾自地往下说, 因为那块玉是轻玉给我的定情信物, 不小心被我弄丢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难过, 毕竟有没有那块玉, 她爱的人都是只会是我, 只是怕轻玉知道后会伤心了, 我感到一阵恶寒, 转身就走, 用完晚上后, 顾清玉带着苏念念一脚踢开了我的房门, 念念的脸上怎么回事, 她看向我的眼神格外阴质, 我愣了一下说, 跟我没有关系, 她做了什么好事你自己问她, 顾清玉冷笑一声, 低头温柔地对苏念念说, 是她打的你, 对吗? 你不要怕, 直接告诉我, 苏念念凄惨地笑了笑, 肿起的脸颊上滑过眼泪, 算了, 阿玉, 别因为我伤了你们夫妻的情分, 她这是变相默认了, 我被她气笑了, 人心竟也能如此歹毒, 我看着顾清玉, 你爱信不信, 我让侍卫把他们从我房中赶出去, 顾清玉就在那里站着, 身上的威压让侍卫不敢近身, 我皱眉, 你还要怎样顾清玉? 我这次是不会道歉的, 一次就够了, 还来第二次, 没做过的事,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可以不到歉, 顾清玉冷漠地说, 我一愣, 有种不好的感觉, 念念, 打回去, 她对苏念念说, 目光却直直地看向我,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她, 这还是我认识的顾清玉吗? 顾清玉居高临下地垂眸看我, 你从小身在锦衣玉石之家,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一向骄纵惯了, 既然你不懂得如何尊重别人, 那我今天便来教教你, 我已经目染了, 目光从顾清玉身上一开, 转头看向苏念念, 你到底要做什么? 苏念念突然崩溃地放声大哭, 走上前来, 甩了我一个巴掌, 对不起夫人, 但是阿玉既然都为我撑腰, 那我也要直起身来, 我如今没有了爹娘, 只有阿玉, 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我抢走阿玉, 可是我真的没想跟你抢, 我只是享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都这么难吗? 她说着更加崩溃, 冲我哭喊着, 就因为我是妾, 还是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妾, 你就可以随意地坐见侮辱我吗? 我全身气地发抖, 刚要抬手还给她这一巴掌, 手就被顾清玉钳住, 然后顺势给了我一巴掌, 我被打得摔倒在地上, 顾清玉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 收一收你那脾气, 这府里没有溺爱你的父母了, 事情不可能都顺着你的心, 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开口说, 顾清玉, 我付出的感情就当为了一只狗, 我认栽, 但是今天的事, 没完,顾清玉顿了一下, 然后没回头, 继续往前走了, 我知道苏念念的心思, 她为何敢如此大胆地说出这一戳, 就破得拙劣谎言, 因为她笃定, 我不认识永安侯府夫人, 但那又如何, 人在做, 天在看, 侯府的这一场闹剧, 被嘴碎得吓人天油加醋地迅速传出去, 顾清玉宠妾灭妻的名声, 也就此臭名远扬, 皇帝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顾清玉, 毕竟连家事都处理不好, 闹出如此丑闻的人, 怎么放心把重要的国事交到她手里,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可顾清玉依旧我行我素, 带苏念念各种抛头露面, 在热闹的灯会节上, 在新开的脂粉铺子里, 在权贵们开的宴会上, 到处都是顾清玉带着苏念念的身影, 丝毫不顾忌背后的人怎么看待她, 被压抑了惯的人, 好不容易得到了权力和自由, 怎么甘心再次被束缚? 我命侍女把苏念念拽了过来, 然后干脆利落地甩了她两巴掌, 她被山倒在地, 好半天回过神来, 你就不怕我告诉清玉, 她知道后会更厌恶你吗? 事到如今, 她竟然还以为顾清玉的想法能震慑到我, 我冷笑一声, 你大可以告诉她, 我和她夫妻之间的情分早就已经没有了, 我倒要看看, 你和她之间的情分能值得你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做多长时间? 她不敢, 因为她从来都不是什么良善的小白花, 她很清楚该怎么做才能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这种事情一次就够了。 再多来两次, 顾清玉早晚会对她心生厌烦, 她用充满怨恨的眼神死死盯着我。 如果我能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真的有一瞬间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 做完此事后, 我心情舒畅, 收拾了包袱, 打算回娘家, 想必一避那对狗男女。 我已经很多日子没看见顾清玉了, 没想到她听见吓人的禀报, 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正好看见我打包行李的时候。 她拦住我, 你这又是在闹什么? 我定定地看着她, 突然开口, 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刚成婚的日子, 你装得很累吧? 她看着我愣住了, 随即有些心虚地撇过身,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可即便我在傻, 从这局中抽身出去后, 便也能看清一切。 一切的一切, 从来都是有迹可循。 我终于接受了, 她从没爱过我。 眼里的爱意都是可以装出来的, 最初她只是想借我母家的力量, 助她登上侯爷之位。 然后在我父亲全清朝野时, 她同我须于尾夷, 举暗其眉, 即使私下里找到了苏念念, 也能够暗兵不动。 终于, 她熬到了我父亲因病之事的那一刻, 她不打算装了。 她哪里是不懂, 她分明是太懂了。 可没想到, 我刚要起身出门, 便晕了过去。 在睁眼我躺在床榻上, 郎中说, 我怀孕了。 这孩子来的, 真不是时候。 顾清玉眉眼含笑, 温柔地望着我, 圆圆, 我们要有孩子了, 我感到一阵恶心, 别过头不想看他。 她一连几天, 一直待在我房中, 我尽可能地避开了她所有的碰触。 直到苏念念的贴身婢女, 来对顾清玉禀报, 苏念念也怀孕了。 她心里怕是都高兴疯了, 只不过碍于还在我这里, 她尽力压下勾起的嘴角, 圆圆, 我得先去看看念念, 你照顾好自己, 看着她虚情假意的模样, 我嘴角挂着一抹讽刺的笑。 当时的我没想到, 苏念念竟然为了陷害我,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狠得下心。 有孕后我一直郁郁寡欢, 就这么挨到了有孕后的第七个月。 好不容易有一天我有了出去的心情, 想去府里的后花园吹吹晚风。 心旷神一时, 苏念念来了, 我眉头一皱, 顿感晦气。 刚要走的时候, 狗血的桥段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在我们擦身而过的一瞬间, 苏念念狠狠地把自己摔在了地上, 顿时血流如注。 我呆呆地看着她, 被这烟红的血吓坏了。 顾清玉从远处赶了过来, 看到这个场景后, 怒不可遏, 上来对我就是一个巴掌, 你这个毒腹, 毒腹, 我被她大力的巴掌打得躺在了地上, 肚子一阵一阵地痛, 炎红的血也从我的腿间流下, 我低呼出声。 她一愣。 但随即被苏念念那边吸引了注意力, 此时苏念念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 好痛, 清玉救我, 我好痛, 来人, 请郎中来, 顾清玉着急地抱着苏念念走了。 偌大的府里, 此时只有一个郎中在待命, 侍女小莲哭喊着抱住顾清玉的腿, 这个时辰了, 到外面不好找郎中啊, 求求侯爷把郎中留给夫人吧, 顾清玉冷冷地看着我, 她自己坐下的孽, 这些都是她该受着的, 那日我难产了, 痛了三天三夜, 在第三天的时候, 顾清玉才大发慈悲地给了我个郎中, 还好我命大,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一尸两命, 但我生下来一个儿子, 苏念念的孩子没了, 顾清玉因为这, 即使我生下了个儿子, 也一直没来看我, 把我软禁在房中, 我的侍女小莲天死拼活, 给我父亲递去了消息, 我那一生为文的父亲, 为了我, 第一次举起了剑, 他尽力挺直了已经苍老的身躯, 目不斜视地对顾清玉说, 让开, 我虽已不在朝中做官, 身份地位也大不如从前, 但我今日定要为我女儿做主, 你对我女儿做得一桩桩一件件, 会有报应的, 我父亲眼含热泪, 对顾清玉一字一句地说, 我抱着孩子临走的时候, 给他递过去一张纸, 这是我这些日子写的和黎叔, 你签了吧, 手放在半空, 他一直不肯接, 我松手了, 和黎叔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我已经打定主意, 不管他签与不签, 此生我与他都不会再有半点关系, 即使在这个男权当道, 以服为刚的朝代, 即使我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不守妇道, 哪怕我被人口诛笔伐, 以后没有人再敢娶我, 我都在所不惜, 唯一难过的是我的父母, 要被上骂名了, 我一直坚持着不肯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 可终究还是拖累他们了, 顾清玉坚决不合理, 多次叩响我们府中的门, 但那扇大门没为他打开过一次, 我父亲去宫里请来了太后, 太后将一纸降下,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让顾清玉同我和离, 还写着我生下的儿子属于我沈家, 和顾清玉没半点关系, 有了太后的支持, 没有人再敢说我们的不是, 而是转而都去攻击顾清玉, 说他宠妾灭妻, 不配做官, 没了我, 他这宁远侯府的正妻之位空了出来, 可稍微有权有势的人家, 都不会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拎不清的人, 我讽刺地笑了笑, 这么爱苏念念, 怎么还不将他提为正妻, 京城里所有的人都在对他口诛笔伐, 以永宁侯夫人为首, 我一直没闲着, 忙着和永宁侯夫人攀关系, 她对我越来越热络, 然后我不经意间提到了 她山苏念念巴掌那件事, 永宁侯夫人勃然大怒, 骂苏念念是个绿茶, 骂顾清玉是个蠢货, 远远, 我定会为你出了这口气, 在永宁侯夫人的推波助拦下, 京城中人 已经形成了与顾清玉不共戴天的情势, 顾清玉像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朝堂之上, 永宁侯听了夫人的枕旁风, 也觉得此人黑白不分, 还虚伪至极, 于是她动用势力形成了一个圈, 排挤奚落顾清玉, 我早就说过, 那件事没完, 我身体快好了的时候, 应了父母的要求, 和宋修远一同出去逛逛, 不止顾清玉有青梅竹马, 我也有, 宋修远从医药世家出身, 她一直是我的根屁虫, 我说东她不敢往西, 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 渐渐变得疏远, 一直到我认识了顾清玉, 我和她之间彻底没了联络, 但在我同顾清玉合理, 还抱着一个孩子回家后, 宋修远毫不介意,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她这些年一直没娶妻, 去宫里当了太医, 听说我的事情后, 她从宫里辞官, 来到我家中, 对我父母说明了她的心意, 原来不止我是感情中可悲的配角, 宋修远又何尝不是, 可就算是配角, 也值得被珍视和敬重, 这次, 我打算给宋修远一个机会, 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只是没想到, 我和宋修远聊得正热落时, 顾清玉出现了, 她急匆匆地向我跑过来, 带着欣喜地笑, 远远, 我等了你好久, 你终于出府了, 然后转而看到我身边的宋修远, 她的脸色瞬间苍白, 声音尖色地问我, 她是谁, 我皱了皱眉, 她这副样子是装给谁看, 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她起任何波澜, 我挽住宋修远的胳膊, 冷淡地说, 和你看到的一样, 她无措地看着我, 远远, 我都知道了, 那日不是你的错, 是苏念念那个贱人, 不想生下我的孩子, 我错了, 你回来吧,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她又小心翼翼地补了一句, 我哑然失笑, 顾清玉需要我提醒你, 你曾经对我做过的好事吗, 她颤抖着手, 想来拉我, 而我, 一巴掌甩了过去, 滚, 少在我面前恶心我, 你和苏念念都让我反胃, 还有, 不要惦记恒儿了, 恒儿是我生下的孩子, 她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如果你不服, 可以亲眼看看太后的意志, 她面上血色进退, 我轻蔑地笑了一下, 走了, 我走的时候, 在宁远侯府安插了眼线, 这些日子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都一清二楚, 那日苏念念的贴身丫鬟, 一直战战兢兢, 犯了好多错, 顾清玉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逼问才知道, 她那白月光苏念念背着她, 做了多少事, 那丫鬟早就知道了, 苏念念是抱着玩火自焚的心态, 想和顾清玉同归于尽, 但是这丫鬟还没活够, 于是哭着把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那日根本不是我推的苏念念, 而是她自己倒下去的, 丫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姨娘, 姨娘她总会说一些奇怪的话, 姨娘她根本, 不想生下侯爷的孩子, 顾清玉摔碎了整整一屋子的家具, 才把躁怒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 她去找了苏念念, 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明明她都已经为了她, 连妇人都不要了, 苏念念知道腹水难收, 顾清玉不会再原谅她了, 所以她已经开始不管不顾地发疯了, 她又哭又笑地大声喊叫, 顾清玉, 只有我知道你有多虚伪, 沈缘那个贱女人走了, 你宁愿把正妻之位空着, 都不愿将我扶正, 这就是你说的爱我, 我不可能甘心做一个妾, 尤其是你这种人的妾, 当初我被抄家时, 提前给你递出了消息, 我唯一信任的人就只有你了, 可是你对我求救的消息不管不问, 放任我被抓走, 我被那些男人侮辱卑贱如泥的时候, 你风光得意地考上了状元, 还迎娶了贵女, 凭什么, 你曾经口口声声说爱我, 说唯一会娶的人就是我, 所以呢, 我就该在被你找到的时候, 感激替灵地对你是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早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 你现在应该去查查自己有没有染上病。 哦, 还有, 你这辈子都没办法有孩子了, 我每日给你喝的补药, 其实是让你断子绝孙的药, 哈哈哈哈, 多么好笑, 沈元生下的孩子是你唯一的子嗣了, 可是你却为了我把他伤透了心, 现在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我要让你尝尝我受过的痛苦, 这滋味好受吗? 顾清玉呆愣在原地, 半赏接收到这些信息后, 被他气得吐了口血, 你这个毒妇, 我听着下人回禀这一切, 轻蔑地笑了一下, 好歹是考上状元的人, 词汇量怎么这么匮乏, 只会骂句毒妇, 让下人撤回来吧, 我命令道, 以后这侯府的一切, 跟我都没有关系了。 顾清玉知道了所有事情后, 在一个雨夜, 又敲响了侯府的大门, 他这次带着些誓不罢休的意味, 我们全家所有人撑着伞, 点了灯, 看他在雨中发风, 圆圆,圆圆, 我错了, 他看到我后, 连滚带爬地到我面前, 抓起我的手, 往自己的脸上扇, 你打我吧, 你打多少下都可以, 你回来吧, 求求你了,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丝毫没有心软, 以未经允许闯入他人府邸为由, 命令下人把他送去了寻检司, 没有了生育的能力, 顾清玉在仕途之上也放纵了, 就算再大的官又怎样, 到头来一个后代也没有, 还不都是一场空, 用阿侯的手段很伶俐, 不到半年就让皇帝对顾清玉极其失望, 将他一扁再扁, 最后皇帝把他放逐京城, 去遥远的青州做一个主事, 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送他, 他家中的人本就不喜他, 当上这侯爷也不过全凭我母家, 苏念念也被他囚禁在府中, 变得疯疯癫癫, 嘴里一直胡言乱语, 来来往往的路人, 有的认出了顾清玉, 看向他的眼神都是鄙夷, 他那一出宠妾灭妻的戏码, 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 他的名声早就臭了, 死去千百里, 到头来身边无一人陪伴, 我想我还要恭喜他, 把自己做成了这副孤家寡人的模样, 恭喜他能够享受这无边孤寂, 三年后一个中秋节, 医馆里, 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着地上的蚂蚁, 一位年轻的郎君和女子在一起摘着草药, 有说有笑, 爹爹, 来病人啦, 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跑来, 好, 男子宠溺地说, 起身去前堂看望病人, 女子呵斥男孩, 恒儿, 你又把自己的脸弄得那么脏, 男孩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那女子就是我, 我和宋修远成了亲, 从此, 恒儿也有跌跌了, 宋修远对恒儿比我对恒儿都好, 她是一个好父亲, 我给恒儿擦了擦脸, 她露出清楚稚嫩的面庞时, 我一愣, 长得真的很像她, 我回过神, 碎碎叨叨地说, 改日便要送你去书院学习了, 一天天这么疯完, 也不是个事, 晚上, 关了店铺后, 我们一起回到我父母府中用饭, 因为是中秋, 今晚的月亮都格外地远, 三代同堂, 其乐融融时, 下人不合时宜地上前禀报, 青州那位, 死在刃上了, 听说是自杀的, 我们一同沉默良久, 下去吧, 我淡然地说, 这么快就死了, 她可真是幸运, 明亮的月光照在我的身上, 从前的那些黑暗, 已经离我远去了, 冬天快要来了, 我却觉得很温暖, 因为对的人都在身边, 我们 lige准备下来, 我们准备下来,